我前面的视频就说过了 拜登上台之后 民主党肯定会回到之前奥巴马时期的政策 和川普的正面应对不一样 民主党那可是阴的狠 这不最近美国之音开始用中文招人了 拜登也说日美安保条约包含钓鱼岛 明显就挑事来的 国内以微博为首的中文互联网 又出现了大量给拜登捧屁股喝碎的文章 这词有点告急 可能你没听过 其实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如果养一群狗 每次喂食之前 你先敲敲盆 有几次狗就形成习惯了 只要一敲盆 那狗马上就来 哪怕是没有狗粮 而且过来的时候 都是摇头晃脑的 而拜登当选的消息 对于那些公知和精美来说 就是敲盆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怒怼公知的磊哥 1997年香港移交中国的时候 英国为什么要忽悠更多的民主呢 他们不是一直标榜英国 把香港管理得非常好吗 港独长期是独裁大权于一身 现在却大叫特叫各种民主 他们忽然这样做 没有别的解释 就是觉得国际气候对它有利 可以敲打中国 这是当时英国人的想法 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绝对的民主 民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都要适合各国的情况 英国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 可现在还他妈是郡主立宪呢 一百二十年前慈禧太后 现在在英国人家还活着呢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民主 在中文互联网圈里 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 西方那套民主自由的玩意儿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不信了 依然坚信西方民主的 要不就是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要不就是身上背着案子跑到国外的 要不然就是自己被非常边缘化的傻子 现在境外的互联网上 包括油管推特脸书 这些网站上是依然坚信西方民主自由 讲中文的会逼二逼的最后亿电源 你们就看油管上那些反华狗逼的视频 现在依然有那么多人看 他们的观众都是些什么人呢 最多的就是海外华人 这些人很难融入西方的主流社会 但是又由于自己离开中国太久了 对中国的认识有很大的偏差 而究其根本呢 它就是一种人性的扭曲 你就想啊 他人在国外每个月啊 比如赚4000美金 中国越来越强大 老百姓收入越来越高 你在国外吃苦受累 挣的那点钱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而且国外的新老移民差异 那是非常的巨大 新移民大多都是腰缠万贯 国内还有房子 而那些老移民在国外十几年 二十几年 什么苦都吃过 什么累也都瘦了 国内的房子也都卖了 你赚外国的钱 花外国的钱 慢慢你的利益跟中国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那中国越来越好 你混的越来越惨 那原本你那脆弱的小心灵啊 就逐步的黑化了 然后他们就会拒绝看一切客观报道中国的新闻 专门盯着中国的负面报道 这种市场需求非常大 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有很多造谣虚假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 因为有人爱看呢 所以说啊 这群边缘群体 他们无法融入西方的主流社会 并且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内容 天天就是中国要玩 要崩溃 中国要革命 中国要乱套 这帮人啊 你劝不回来 所以注定是被边缘化的人群 你就看了那些民运轮子三十多年了 头发现在都花白了 就盼着中国崩溃 中国还不崩溃 他们啊 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 最后随着他们慢慢老去死亡 他们连名字都留不下来 最后啊 他们的臭不要脸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没有人在记得他们 而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 尤其是经历了香港暴乱跟新冠疫情 绝大多数的人突然民智就开了 看清楚了西方民主的本质 往他们祖坟上抛啊 他们就是你妈坏 昨天香港泛民派议员啊 有四个人 这四个人可是他们老坏逼了 其中有一个啊 是上过英国的新闻节目 被英国人怼的那个坏逼 人大常委直接释法 全国人大决定立法会委员 如果宣扬支持港督 立刻失去议员的资格 宣布这四个人直接滚蛋 之后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 一起搞抵制活动 他们要一块辞职 看他们这个架势 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呀 这帮狗子的们 是手拉手 新年轻 一起搞辞职 这个毛巫婆啊 还穿一个黑衣服 打个荒雨伞 装成暴徒的样子 其他的反对派议员 甚至放出话 咱们揭头肩 好啊 啥臂你 他妈不上戒 香港国安法就伺候你们 给你们你们摁那 你妈弄不死你们的 最有意思的是啊 最终只有许志峰 跟毛婆辞职了 其他的人说 12月1号再辞职 还有说不想辞职的 说不想辞职的 那个人啊 有意思 他说还有房贷要还 一元的工资还想拿 他们的工资啊 可是香港政府发的 政府发钱 就养了这么一堆狗逼玩意儿 就为了维护所谓的那什么民主自由 哎呀 这钱花的真他妈冤 这帮狗逼天天在议会上起什么作用 简单来说就一句话 政府说什么 他们全反对 就这俩糟钱花的 是真他妈冤 咱们就拿这个毛巫婆来说啊 他的老公是英国国籍 也是英国人啊 一个英国老头 同时啊 毛婆还有香港护照 他老公是英国记者 纯种英国人 孩子 亲戚 全都在英国 你说这种人 他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吗 他在香港政府里所做的任何的体验 跟香港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 香港的何君饶历史 当时啊 就一句话特别的中肯评价他 实惯扬长 何律师说的还是相当有文化的 哎 但是累个啊 恰好跟何律师相反 形容毛婆的话 我给你啊 哎 给毛婆喇到口袋一下来说啊 这句话意思啊 就跟我之前说的 锁了羊屌蔡英文是一个意思 要不啊 这俩人啊 拜个赶姐妹吧 这毛婆跟蔡英文俩 哎呦 姐姐 你今天锁了几个 哎呦 锁了俩 锁了俩 啊 挺配吧 咱们出手干预香港反对派之后啊 五眼联盟啊 轮番蹦出来啊 表示反对 德国也蹦出来了 你说你反对个妈呢 我就特别奇怪 这德国佬啊 他们总是觉得自己啊 哎 站在啊 道德制造点上 哎 就说这说那的 一句话就给怼回去 哎 我请问你德国佬 你敢在德国随意批评穆斯林吗 一句话马上实话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是中国下面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已 其实怼这些国家的人特别简单 英国跳出来反对 哎 直接就啊 赵立坚的口吻 中方对英国穆斯林群体的人权表示关切 英方理应听取他们的意见 并且成立穆斯林自治区 哎 咔咔咔 这一通怼过去 马上就傻逼 香港的事 关这些外国佬几个毛事啊 他们这么搞 就说明一个问题啊 咱们做对了 他们真的感觉疼了 话说回来啊 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啊 最大的认识 就是把西方的民主给看透了 远的不说 咱就说咱最了解的 一个美国 一个香港 一个台湾 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一提这三个地方 就他妈犯恶心 咱先说美国啊 美国这叫民主吗 天天你马人全挂嘴边上 但是美国不 不是把所有人都当人啊 谁算作人 他们说了算 你就说他流氓不流氓吧 狗食不狗食吧 哎 前几天啊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发布了一条微博 说这个月啊 他们搞一个美国原住民传统月 他们打算开始公开的讲座 说是啊 如介绍一下如何保护这些传统文化的 还建了个微信群 最后啊 好好的一个群啊 就让网友给怼的解散了 哎呀 你们急的是吗呀 咱到现场再怼他多好啊 网友进去就问啊 哎 群主你好 我想学习啊 了解一下当年你们是怎么屠杀印第安人的 哎呦 我天啊 你就说啊 太着急了 要不说年轻 太年轻 哎 咱去现场怼他去多好 好家 怼他他说不出话 人家这回啊 美国人刚把台子都搭好了 这下马框就特别着急 把桌子全给掀了 美国连这点自信都没有了 说好的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呢 看见了吗 美国佬这套玩意儿啊 这套笔装不下去了 哎呀 这2020年了啊 公知太难了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待呀 咱们就从美国这次选举就能看出来啊 哎 2020年了 马上就2021年了 美国人民是冒着感染美国新冠病毒的风险 排着令人绝望的长队就为了投个票 另外啊 还有一种方式 邮寄选票 而点票的方式还是人工点票 哎呦我的妈 都快2021年了 知道吗 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啊 你用社会保险号用你的驾照 直接从网上实名制注册 这不就直接投票了吗 啊 学业中国如何实名制购买火车票 他就不行了 你还别说啊 你们可能不知道这事放美国还真就不行 我跟你们说啊 美国投票里面的猫腻太多了 整个投票制度 他从根上就他妈是烂的 就是臭的 美国每四年搞一次选举 雷哥给你讲讲啊 哎 然后你就想一件事 这种选举方式 如果啊 咱们万分不幸的啊 强行的被灌输到中国了 那会是怎么样的下场呢 他们为什么用这么原始的方法投票 一个最重要的事啊 就是压制选民 给你投票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 比如说在选情不利的州啊 直接取消投票点 临时挪走大量的优筒 或者是啊 坏啊 把这投票点给你设在边缘交去 哎 没撤 你去不了了 对不对 一下啊 算了 不投了 就这么个结果 另外啊 投票日全部在公众假期 上班的人为了啊 吃口饭 没办法 不能参加投票了 还有比如以前更坏 搞文化歧视 比如说黑人来了 说我要投票 行 您了先参加考试嘛 一看啊 赶尼玛大学转业把级事 完了一下考不过去 别投了 一下子票投不了了 所以说啊 在选民注册跟投票这事 给你设置各种门槛 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投票率 另外在美国加拿大 我知道了啊 就有投票期间专门派人去养老院 干嘛呢 他们就收割一大批选票 给他们买点吃的 这不挺好的吗 事实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啊 印度 哎 玩的更他妈话了 到贫民窟里去连选票 怎么连 弄点黑社会 你不投票 怎么打你 所以说一下连了一大堆选票 哎呦 我操 真他妈民主啊 你们就想啊 如果西方这套选举制度啊 拿中国来了 那他妈完蛋了 完肚子了 天天骂事别干了 广他妈政治都挣了 一个运动接着另外一个运动 互打互骂互相怼 每天啊 直接就上演了 四年一次选举 打他妈提前两年就得先打起来 那国家得乱到什么地步 两党互相制衡 制衡个屁呀 执政党在上面想干嘛 那另一个反对党 他他天天的就反对一下 知道吗 在野党就一个想法 我他妈怎么把你弄下来 然后他好上去 对吧 所以你在那些议会制的国家里面 以及地区里面 你看啊 所有的情况都是这样 执政党跟在野党 天天啊 打架互骂动手 太常见了 你就看台湾的立法会吧 天天他妈弄个住 还有破份的是吧 哎呦我天 乱套的事啊 就都你都见怪不怪了 已经 他们的目的叫什么 这就叫党争 谁管你老百姓死活 对不对 他先上台再说呀 咱们再看看啊 如果当初那些民运狗逼 反华狗逼 什么果文祭不棍啊 什么这些啊 他们啊 做美国梦 就想把共产党给干死 然后他们想掌权 对吧 像果文祭不棍的自己都说了 哎 他要当什么大大大总统 是大骂玩意的 是他骂大骗子的 是这种啊 反正就这些东西啊 如果他们真掌权了 那整个中华民族完蛋了 知道吗 说到这儿啊 咱们得特别感谢一下 咱们的老贝比创建国了 给中国人打西方民主的疫苗啊 让我们彻底免疫了西方这套糟糕的意识形态 感谢老贝比创建国 最后咱们看一下啊 香港当时英国殖民的时候 一顿珍贵的老路箱 这贵妇啊 站门口往外就撒赤了 中国人小孩们 就在地上捡 跟他妈喂狗塞的 你就说再看现在的香港小孩 一个个那妈民主自由 不是中国人 去你妈 打死你 好了 就是本节目 如果喜欢雷格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